首次上稿,14点更新时间,16点15分。 记者刘庆侯台北报道,台北市厦门街113项某公寓5楼顶楼加盖出租套房,今日中午发生一起凶杀命案,38岁新姓男子已因和女友发生严重口角冲突,女方向黄姓闺蜜哭诉,闺蜜要来男性有人替姐妹讨公道, 一群人迟早前往并冲上楼围欧新南,过程中新南被布中刀送台大医院急救,不幸于下午1时14分伤重死亡,全案正游辖区中正二分局调查中,警方查访目击者表示, 今日上午看到有多名黑衣人拿着钥匙,沿街上的每栋公寓1楼大门试着开门,随后打开某公寓后,便直冲进入,突然就听到传出尖叫声,男的抓狂骂脏话,女生一直尖叫,还大喊不要拿刀,接着是拨打119电话的声音。 不久,就见救护车赶到,消防人员用担架先把一位上衣满是鲜血的人抬下楼,不断的CPR急救,随后又下来有两个女生,腿上都是瘀青破皮。 警方表示,目前已掌握四名涉案嫌疑人身份,疑似为男女感情纠纷打架,目前正调查厘清事发原因。